在灵飞他们收起祖器祈宝的时候 大地深处的强大生物 终于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当中 巨大的生物直接冲天处 散发出令所有主宰镜强者 都是微微一惊 气息所过之处 竟然直接把空间都震随开来 一道来自这突然出现的巨大生物嘴中传出 长相与一些魔兽类似 只不过这种生物 是所有人都不曾见过的存在 这是什么东西 竟然如此的强大 此时 这些强者都露出惊异的目光 投射在巨大生物之上 灵飞望着这从地底深处冲出来的巨大生物 眼神一凝 感受到这生物的身躯 竟然隐隐地散发出 堪比最强主宰的力量 太棘手了 屈武 小心灵飞 似乎下一刻便是感觉到一股不妙之感 冲着那位女子立合道 一道恐怖的力量 直接朝着屈武的方位 直接发起了进攻 一个吞吐之间 强大的力量暴射而去 空间瞬间被撕裂开来 一般 什么 屈武一脸震惊 不过故不了 那么多了 这生物突然一上来 就对自己发起进攻 真是令人愤怒 这么多人就攻击我一人 屈武便将怒意收敛 化作一道强大的攻势 直接对着自己突然袭来的力量 攻击在了一起 恐怖的能量之声 直接席卷天地 只不过屈武的身躯 直接被倒飞了出去 这仅仅只是一招之间的对拼之下 屈武竟然就处于下风 虽然屈武的实力 不是这里最强的 但也是一位大主宰 不过从刚刚的对拼之下 就算是大主宰的实力 在其生物面前 见到此生物非常的难以对付 也不打算自己一人出手 便是召集这些主宰强者一起攻击 虽然都是小主宰的实力 但是如果一旦如此多的小主宰联合起来 那么所爆发出来的力量 足以震慑一些大主宰 似乎这只生物知晓了灵飞他们的意思 冲着众人咆哮了几声 然后丝毫不拖泥带水地 将巨大的身躯掠进人群之中 一道巨大的身躯 之上散发出可怕的肉体之力 直接对着下方的众多强者轰杂而下 旋即 众人见状并没有躲开 而是将自身的元气尽数催动 然后在他们的上空处 有着一道由元气所凝聚的屏障形成 下一刻 这巨大生物的身躯 直接砸在了众人所凝聚的屏障之上 整个场面都是变得异常的震撼人心 下方诸多强者开始 全力施展自己的力量 皆是用尽他们所有的力量 开始对这只生物发起进攻 尽管生物的实力非常之强 但是他们 每一人的心中 都没有任何的一丝巨疑 有的只有一股激情的战役 在高空上的生物的似乎也没有想到 自己这强大的肉体之力攻击下 竟然被这么多小猪 在实力强者联合之下 被抵御了下来 不过这生物见到这种情况 再度响起一道咆哮之声 随着咆哮之声的落下 生物的肉体上再度散发出 非常可怕强大的力量 而就在此刻 原本不分上下的对抗 终于被破防了 不远处的凌飞健壮 眼神开始变得凝重起来 这生物的肉体之力 竟然强大到如此可怕地步 他的身影出现在人群之中 将自己的强大元气也催动在其中 这一刻 灵飞不再保留实力 直接将自身的元气尽数轰出 其力量已经达到了最强主宰出气 随着一位最强主宰的加入 他们双方的力量 又达到了一个不分上下的阶段 然后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众人的元气也开始渐渐地用尽 而上方的生物则是没有一点 消耗了力量后的样子 再这样下去 他们这群人必定会全军覆没 灵飞的眼神移动 在其身处的灵魂力量开始涌动 直接轰击在生物的石海之中 但是 下一刻就让灵飞震惊的是 这生物竟然没有灵魂 有的仅仅是它体内有着一道阻气 没想到这生物的体内还有阻气 还真是令人震惊 在这个区域上看来 比其他地方的收获更多不少 那只生物也没有想到 自己如此强大的肉体之力 与这群人拼得不分上下 最后在众人合力的坚持之下 终于双方的力量都是发生了改变 两道力量轰轰炸开 强大的光芒将这里的山丘之地 尽数笼罩在了气中 有着落石滚下 最后大地都是微微一颤 可怕的力量在爆炸之后 在这片天际上 依旧有着久久未散的能量余波 开始大范围地传荡而去 光芒渐渐散去之后 这片山丘竟然被破坏了一大半 大地都是有着树刀裂缝 以及几道巨坑出现 诸多强者 有的身上血迹滑落 也有着强者重伤 刚刚与那强大生物的最终对捧之下 竟然两败俱伤 就连屈武和凌飞二人 都是有着不小的伤势 那不远处的巨大生物 也是贪软地躺在了地面上 在其强悍无比的肉体上 还有着不同程度的伤势 屈武没事吧 凌飞看到躺在地面上的生物 看来他们联合攻击之下 也算是重伤了对方 然后对着倒地的女子 关心道 屈武轻咳了几声 然后目光也是望着 不远处巨大的身躯后 才松了一口气 没事 终于解决了吧 凌飞点点头 然后众人的脸上 都露出一抹难以掩饰的笑容 看来在他们的配合之下 也终究战胜了 比他们任何一人 都要强大的 这只由祖气所孕育的生物 旋即这巨大生物 直接变换成五道光团 在光团升起时 凌飞屈指一弹 吧 五道光团便是被截了下来 晃悠悠地漂浮于 两人的面前 光芒渐渐地散去之后 露出其中的真容 正是五眉形状不一 却是蕴含着古老之味的奇宝 众人看到这一幕 开会欢呼雀跃了起来 没想到他们 在此处 竟然已经获得了这么多的奇宝 凌飞望着手中的奇宝 微微沉吟 看向屈武 问道 你觉得如何分配 秦莲想了想 面色平淡 刚欲说话 却被一道极为不好气的声音打断了 你们也不必拿出去 与他们分配了 毕竟数量太少 若是分配不均 反而容易引起一些人 心里不平衡 倒不如给我们好了 在第一时间 凌飞屈武 以及众人的目光 望着远处走来的树岛身影 在看清楚这位身影的面容之后 他们的脸色顿时已沉 你们乾坤天的范天宫 难道想要抢夺 凌飞难难道 虽然乾坤天的底蕴 要远远高于 苍玄天 但是他们 也不会惧怕任何一人 如果惧怕的话 那么他们 也不会来参加这次的 诸天气韵之争了 你们苍玄天 乃是诸天之中最弱的一天 如今还是 乖乖地将奇宝交出来 不然的话 我们范天宫队 你们可就不客气了 此时一位蓝袍男子 一脸阴险地望着 苍玄天的这批一众人 似乎他们这些人 根本不入他们的眼 不过也确实 范天宫的实力 可是乾坤天最强的实力 只要有人与之对抗 除了混元天敢出手之外 其余的诸天都会避之 我们凭什么要给你们 虚无的脾气 本来就比较冲动 此刻见到对方来者不善 更是直接爆发了出来 再者 这可是我们一批人 一起努力获得到的奇宝 如果你们想要 你们自己去找啊 想要免费获得别人的奇宝 你们是强盗不成 文言 那些范天宫的众人不怒 反而阴险地一笑 蓝袍男子说道 强盗吗 那我们就做一次强盗如何 你们又奈我们如何 林妃也不想与之 废话 因为这批人很明显 就是要来抢夺他们的东西 那看来我们没得谈了 既然你们如此做法 那就站上一站吧 见到 这些苍玄天的众人 竟然这么不怕死 范天宫的强者 也不再与之废话 态度直接来了一个大转变 既然你们想要死 那么就成全你们蓝袍男子 直接率先掠出 强大的元气 开始瞬间在周身凝聚 然后身影出现在了天空之上 对付你们苍玄天的小主宰 我范英丽一人足矣 让你们尝尝范天宫的独门技能 随着话音落下 在范英丽的攻势之下 一股来自天地间的音波之力 瞬间凝聚在其跟前 然后范英丽的手掌微微一握 立马这强大无比的音波之力 朝着苍玄天的众人席卷去 此时此刻 苍玄天的众人 开始将所剩无几的元气 再度远转到极致 想要对其抵抗 但是这一次 他们无论如何发起抵抗 依旧无法抵挡的助者 来自范天宫的音波技能 再加上苍玄天的这批人 刚刚已经用尽全力 与那祖器所孕育的生物战斗过 已经消耗了大部分的元气 还有着人已经重伤 所以整体上的力量 已经被削弱了不少 而且 这范天宫的反应力的实力 还是一位最强主宰后期 在经历过刚刚一场战斗后 怎么可能会是一位 最强主宰后期强者的对手 所以 这一次范天宫算是 算好了 时机 似是要打算将苍玄天一网打尽 被如此强大的音波 攻击他们的耳膜之中 他们的头脑瞬间一震 他们的脑海里 出现了嗡嗡嗡的响声 随后便是剑宝 一个接着一个人 开始缓缓地倒地 他们的元气耗尽了 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 他们的身躯依旧发挥到了极限 该死灵飞健壮 银牙一咬 既然 他们利用音波攻击 那么他就用灵魂力量 发起攻击 灵飞双眼威闭 然后将体内那强大无比的灵魂之力 凝聚在自己的眉心之处 然后在这股力量汇聚到一个极限的时候 灵飞的双眸立马一睁 反应力 接我这一招 随着愤怒之声落下 一道可怕的无形力量 便是朝着不远处的身影攻击而去 但是身为最强 主宰后期的反应力 他的感知力极强 虽然灵魂之力是无形的 但是灵魂的攻击路线 却被反应力早已发现 雕虫小剑 虽然你的灵魂之力非常的强大 只是 可惜还没有达到 与我实力抗衡的阶段 所以 你这一招对我无效 当即 反应力一声冷笑 然后大手一挥 一股强大的元气 便是出现在其手掌之上 便是对着 灵魂力量所攻击而来的路线 轰击而去 两道强大力量 瞬间对碰 爆发出震耳欲龙的响彻之声 强大的元气攻势 化作一条巨龙 直接将灵魂的灵魂攻势 所吞噬殆尽 并且这由元气所化的攻势 极为的强大 在吞噬了灵魂之力后 再度朝着灵魂的方位暴尸而去 可恶灵魂的眼神 逐渐变得凝重起来 自己如此强大的灵魂力量攻势 竟然也被对方瓦解 看来这反应力的实力 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们都去死吧 在反应力的眼中 这些苍玄天之人的实力 实在是太弱了 不过唯独有一点 他必须要品承认的是 这些人的运气 可比他们好多了 仅仅在这一处地方 便是获得诸多的奇宝 就算是反应力这等强者 都升起了羡慕之色 苍玄天的众人 开始露出绝望之色 刚刚才获得的奇宝 难道真的要被别人抢夺走了吗 不过就在所有人认为 事情就这么结束的时候 一股更加强大的灵魂力量 直接将元气巨龙瞬间 瓦解开去 原本快要击中灵妃身躯的力量 顿时消失了 什么 此时 身为最强主宰后期的反应力 自然感觉到 刚刚有一股极其可怕的力量 将他那道攻势 轻松地击溃而去 而这道力量 同样也是一道灵魂力量 就连灵妃的目光 都是变得不可思议起来 目光不算地扫视着四周 可是并没有发现其他人的出现 可是刚刚他也感受到了一股 比起他自己 还要强大无比灵魂力量 那么刚刚救下自己的强者 究竟是谁 出来吧 既然已经来了 何必要藏头鹿尾 如果你也想要起宝 我们五五分 便是反应力知晓 此人能够轻易地将他 刚刚的力量所瓦解 想必也是 一位不弱于自己的强者 五五分 我要的是十分一道爽朗的笑声 自山丘之上传来出来 见到有声音传出 众人的视线 立马便是闻声而去 旋即便是在山丘的上方 看到了一位身穿黑色衣袍的青年男子 在其背上 还有着一把黑色锯齿 你是谁 反应力看清楚山丘之上的那道身影之后 没有着急地出手发起进攻 而是忍住自己的情绪 面无表情地冷冷道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最好快滚 不然的话 待会你们这范天公之人 将会全军覆没黑袍男子的声音很平淡 但是其中却是有着无比霸道的姿态 无疑是一方强者的风范 原本还想与此人好好交流一下 但是对方如此说话 那么他也没必要再与这位黑袍青年好好说了 不管你是谁 既然你口出狂言 那么就不要怪我们范天公的人出手了 你们给我上 杀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凡英丽的眼神 转头看向后面的树道身影 然后沉生道 他选择自己不出手 是想要看一看 这突然出现的黑袍青年 其实力究竟有多么的强大 是 旋即 凡英丽身后的树道身影 便是爆发出可怕的力量 对着山丘上的黑袍青年发起了进攻 见到众多范天公的强者对着自己攻完 黑袍青年的身影没有一点动作 所有人都在疑惑 这黑袍青年怎么一动不动 难道已经被如此多的强者围攻 吓尿了 不成 这些猛攻而来的强者 也是露出一抹得意之色 他们也已经这位黑袍青年 已经被他们如此强大的攻势 吓到了 更是战役暴涨 强大的元气 直接对着山丘之地爆轰而去 小子 多管闲事 今日就让你付出多事的代价 其中一位强者露出 争鸣之色 脸上浮现一张可怕的狠力 丝毫没有任何留守 但是 就在大家认为 这一场战斗改结束的时候 他们的周身竟然开始变化 空间上 一种炙热的温度 开始逐渐地上升 旋即 一道绚丽火海 瞬间浮现 将这些对着自己攻击而来的 数位强者 包裹在火海之中 什么 数位强者 被眼前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给 震惊到了 因为他们的力量 在触碰到这些火海的时候 竟然都被瞬间吞噬掉了 他们这些强者的实力 可都是大主宰的实力 可就算如此 在联合的攻击 之下竟然无法攻破 这团无尽的火海之力 与此同时 不仅是范天公的那位 樊英丽 有些惊骇 就连苍玄天的那一众人 都是用不可思议的目光 盯着这些黑袍青年 现在滚的话 我可以让你们不死一道 威严之声 自黑袍之下传出 如果是之前说这句话 这些人可能还不动声色地 以为这是一个白痴 可是在此刻 见识到黑袍青年的实力后 他们可不会这么想 在火海中的那数位强者 皆是看了看不远处的樊英丽 似乎他们也很为难 要是不走 恐怕今日 他们都得交代在这里了 见到这个画面 不远处的樊英丽 被气的脸色 都开始变得扭曲起来 一道低沉之声传出 真是一群没有用的东西 给我滚 一道强大的元气之力 汇聚到自己的手掌之上 然后对着火海 那处用力的一拍 巨大的手掌 直接对其呼啸而去 带着一阵狂暴之风 直接与 火海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 两股催动到极致力量之下 最终彼此的力量 相互被抵消而去 这位樊英丽的实力 那是一名货真价实的 最强主宰后期的强者 刚刚的那一掌 也是他的强大技能之一 让得苍玄天一众人无比地吃惊 因为这一掌的威力 他们非常知晓 就算是一位最强主宰初期的强者 想要硬抗的话 那都会被击成重伤 而刚刚的对碰之下 竟然是不分上下 在那诸多震惊的目光之中 林飞的神色 更是变得有些复杂起来 他的眼角 瞟了一眼那位黑袍青年的身影 催动他那强大灵魂的力量 从黑袍青年身上 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竟然已是一位最强主宰中期 虽然比自己强上很多 但是能够与一位 最强主宰后期的强者对抗 足以说明这位黑袍 青年极为的不见大 要知道 实力境界达到最强主宰之后 其中的每一个小境界划分 都是天与地的差距 所以 以最强主宰中期的实力 击败最强主宰后期的强者 几乎是不可能的 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么就不要怪我了 樊英丽此时的心情非常的不爽 偏头看了看自己所带来的那些人 心中更是一顿怒意 你们这群废物 真是垃圾 连着装枪做事 是小子 都收拾不了 都是给我们犯天宫丢脸 被自己的领队者所辱骂 这些强者也不敢出声 因为一旦出声这些人 恐怕将会受到樊英丽的毒打 所以他们选择了人 也不敢说一个字 你们是朱天忠 乾坤天那八大势力 最强焚天宫之人 此时 黑袍青年喃喃地出声道 就算是对面比自己实力 还要强一些的樊英丽 也没有表露出一丝巨异之色 正是不过 你现在就算是跪地求饶 我也不会放过你了 谁放过谁还不知道呢 黑袍青年的声音 依旧是非常的平淡 见到 黑袍青年 说话如此的嚣张 焚天宫的樊英丽 直接众身一跃 出现在黑袍青年的上空 眼神极度森然地 盯着下方的黑袍青年 并且不再废话 刚刚自己 与这黑袍青年所施展的 绚丽火海对拼过 此人也极为的不简单 所以樊英丽 也直接施展全力 下一刻 只见得一股凶煞无比的 强大元气自 樊英丽的体内爆发出来 那元气呈现暗红之色 其中 隐隐有着无数道巨虎的咆哮之声 虎啸震动这片天地 让人的灵魂都极为的震展 一头是人的巨型 猛虎便是浮现出 猛的一张嘴 只见得一股凶煞无比的 暗红元气自其体内 弥漫出来 虎嘴张开他那血喷的大口 吼的一声 黑虎啸 瞬间由肉眼可见般的 虎啸音波 裹挟着能够震碎一切灵魂 直接对着黑袍青年所在的方向 狂暴地肆虐而去 黑虎啸的威力霸道无比 若是被击中 连灵魂都会被轰碎 即便硬抗了下来 也会出现片刻的停滞 而那个瞬间 就是反应力更为致命的攻势 就会笼罩而来 这是反应力最强的手段之一 以往不知道有多少对手 命丧齐这一招之下 就算是一些最强主宰后期的强者 对上这一招 都要避之锋芒 可想而知 这一招黑虎啸 究竟有多么的强大 呼啸而开的强大音波 直接以迅雷之势 击中黑袍青年的整个身躯 而且后者的身躯 也顿时僵直下来 犹如被黑虎啸的强大音波 给彻底的震慑了 此时 见到自己的攻势 正中那道黑袍身影 反应力的脸庞 变得更为的争鸣起来 还以为有多么强大 原来就这点能耐 插手我们范天宫的事情 这就是你的下场 以后 可不要出来多管闲事了 反应力的周身空间 有着强悍无比的元气 威压铺天盖地地散发出来 连苍玄天的众人 都是头目震慑的目光 灵飞目录复杂之色 喃喃自语道 没想到这反应力的实力这么强大 竟然能够将元气 提升至这种可怕的程度 要是这一次获得阻气 恐怕都能够突破最强主宰巅峰 届时真的可以成为一名顶级的强者 如今灵飞自己的实力 也才最强主宰初期 想要突破到最强主宰巅峰 恐怕至少都要数百年的时间 如果你真的就这点本事 那么这一场战斗就该结束了 那黑袍青年如此轻易地 就被这一招黑虎啸给震慑住 这般行为也实属正常 就算是最强主宰后期的对手 都要避开这一招 更何况是一位最强主宰中期实力 被这一招所正中 那恐怕不死 灵魂也得中创